好OK来我们来看一下第12题 已知一个天文单位为1.5乘10的11次方公尺 那一光年是9.5乘10的15次方公尺 如果有一个星球离地球是60个光年 就是距离是60倍了 那这个星球距离地球约为多少个天文单位 这种提醒每一个孩子一定都会遇到 然后你们看到那么多数字 又看到那么什么天文单位这些字眼光年 你可能脑袋就会觉得很亏了 好我给你一个方向 你把这一个题目想成这个样子 你看哦你看哦 已知一碗卤肉饭30块 一张凯爷礼券呢礼券呢有90块 那如果有6张凯爷礼券 你可以买几碗的卤肉饭 有没有感觉是不是简单多 变成国小的提醒了 在讲这一题之前 要先跟各位讲一次 不要找我拿 再来 一碗卤肉饭30块 一张礼券是90元 我今天有6张礼券呢 所以我就先把90 做什么动作 乘6倍嘛 对不对 你乘6倍之后 我就知道我有多少钱了 这么多钱 拿去换卤肉饭 一碗是30块 所以除以30 其实你就可以写出约约 约368 所以就18碗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结束 不是啦 还没结束啦 第12题 你有这个架构之后 我们再回头重看一下这个题目 我说一个天文单位 是这么多公尺 那一光年不是这么多公尺吗 那我今天有几个光年 60光年 所以我有60碗卤肉饭 不是啦 我有60张礼券 所以你就把那个9.5 乘以10的几次方啊 15次方 然后去除以 先乘上 不好意思 9.5乘10的15次方 乘上60光年 你就知道这么多距离了 我脑袋一直在看整的鱼肉饭 那乘完60之后 去除以 换成天文单位 去除以1.5 乘以10的几次方 11次方 这样子就结束了 OK 这样子就结束了 所以再把答案算出来 等于 好 在算之前呢 我们记得先来做一个调整 9.5跟1.5呢 老师想要做一个动作 上下同乘个10倍 变成不是小数 我觉得就会好一点点 所以上下同乘10倍是这样 那15跟60 约掉叫做4倍 纽约简单多了 所以4乘95 4520写0进2 4936 38 380乘上 好重写一次 这个叫做380乘上什么 10的15次方 除以10的11次方 所以会相减 叫做10的4次方 OK 所以最后再把它变成了3.8 380变成3.8是除以100倍喔 除以100倍 所以后面就乘上100倍 乘以100倍 老师写一次好了 100是10的2次方 所以最后的答案叫做3.8 乘以10的几次 4加26次 好 把一个提醒看似很难的题目 用简单的理论去套进去 你就会觉得 简单很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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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